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遭名嘴爆料說他持有的新竹市 龍恩斷土地屬於特定農業的農牧用地 居然被鋪上了柏油出租給遊覽車違規使用 作為停車場 而對此柯文哲在直播節目當中 坦誠是有違規使用 我今天就真的泡一派人去看 真的有遊覽車 最壞土地是2008年 新竹市有四位醫師 還包括台大的學長 找我父親說要合買一塊地 我爸爸說你們四個都是醫生 我又不是醫生 那我叫我兒子買好了 所以就找到我來 好吧 所以就五個醫生合買的那一塊地 買來之後 坦白講我常年都在台北 很少在管那個 所以都是我父母在發落 柯文哲解釋 土地買來的時候 本來就已經鋪上了水泥 當時還有農舍 但是他也提出了單據證明 自己是有依法早遭地價稅 同時也已經聯絡其他的地主 達成共識請遊覽車開走 預計今天將會盡速刨除水泥回歸農地使用